猜猜我是谁 我住在地上 我住在树上 我住在土里 我住在河边 我住在海边 小野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也太简单了 凯莉住在河边的沙地上 你是西瓜 美人鱼住在苹果树上 你是苹果 恭喜你 答对了 白雪住在土里 你是土豆 安娜住在河里 你是莲藕 鲁蛋住在海边 当然就是海带了 恭喜你 答对了 下面进入第二关 猜猜我是谁 第二关 猜有关食物的谜语 麻屋子 红杖子 里面住个白胖子 我知道 吃花生 白雪答对了 这是奖励你的花生 嘿嘿 太好了 我喜欢吃花生 下一题 遗物生的真奇怪 腰里长出胡子来 把吊胡子拨开看 露出牙齿一排排 玉米 吃玉米 美人鱼回答正确 这是你的奖品 耶 太好了 身体长又长 开花黄又黄 脸蛋像太阳 嘴儿香又香 吃夏日葵 小野回答正确 奖励给你夏日葵 太好了 我要拿回家 让妈妈给我炒瓜子吃 我也好想要奖励呀 红灯笼 绿灯笼 红绿灯笼不照明 小孩上前咬一口 辣的咧嘴叫出声 我知道 吃辣椒 辣椒有红的 有绿的 吃起来很辣很辣 答对了 露蛋 奖励给你辣椒 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辣椒了 正好可以放到菜里 下一题 一顶小伞落在林中 一旦敞开 再难收拢 这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 这是蘑菇 森林里最多蘑菇了 天天都能见到 回答正确 安娜 这是奖励给你的 可以食用的蘑菇 但是 有的蘑菇 是有毒的 可不要随便吃呀 我知道 妈妈说过 不认识的蘑菇不能吃 只能吃在菜市场 买回来的蘑菇 下一题 黄金布 包银条 中间弯弯两头翘 我知道 是香蕉 哈哈 我最喜欢吃香蕉了 白雪 给你香蕉 远看玛瑶子溜溜 近看珍珠 圆溜溜 掐它一把水溜溜 咬它一口酸溜溜 葡萄 是葡萄 我也喜欢吃 又答对了 给你葡萄 白雪 花生 香蕉 葡萄 你都喜欢吃 什么是你不喜欢吃的呀 肯定没有 因为白雪是个吃货 小野说对了 我什么都爱吃 那我出个谜语 看你能不能答出来 看看是绿的 打开是红的 吃吃是甜的 土猪是黑的 这也太简单了 是我最喜欢吃的西瓜 啊 你真的什么都爱吃呀 看来什么都难不住你们 那我再出个谜语 你们能猜出来吗 幼儿不怕冰霜 长大露出锋芒 老来粉身碎骨 仍然洁白无双 啊 这是什么呀 我不知道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 我们下期再见